今天我們先來講點課外的 為什麼講課外的呢 是因為昨天和今天和前天都一樣 就是我們三年級正在停專題的 趁這個時間我覺得讓大家了解一下什麼是專案 這一門課在我們系上整個一系列的課幾乎都沒有開 沒有開任何的這方面的課 所以就趁這種有機會就補充一下 那系統分析、軟體工程、專案管理、設計模式 這些都是偏軟體工程類的課程 但是我們沒有開任何一門 沒有開的原因待會我們會講 那我大學的時候念交大資訊科學系 到畢業為止也是沒有老師開這種課 那時候我就有點困惑 為什麼這麼重要的課程沒有安排任何老師來教 那後來我來當老師我就知道為什麼 那各位覺得為什麼 有人可以告訴我為什麼嗎 教授有沒有結果像專案的課程 有人開始預測了但是差不多了非常接近了 非常接近了 那很簡單 一個原因是因為這種東西 軟體工程的東西是非常實務領域的 那非常實務領域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沒有任何老師可以教這門課 你現在去台澄清教去看一下 你幾乎很少看到有老師可以教這門課 那這是有原因的 那沒辦法教就不教了嗎 可是如果沒辦法教 我們還硬教的話 你覺得會比較好嗎 所以這幾門課我們沒有看 那你稍微想一下為什麼大學老師特別不會上這種課 那因為大家都是博士 大家都念了很久的書 誰去業界做個20年啊 啊 所以呢 業界經驗通常不多 會從業界已經經驗很多 再轉到這邊來教書的人 其實是很少 而且學術界也不重視這個 所以經驗不多 就有兩種狀況 第一個經驗不多我還是硬教 第二個經驗不多那就不教了 那另外一個是軟體工程其實非常 重點是怎麼樣團隊合作 那可是呢 大部分的老師其實這方面是很弱的 所以 那你讓他們教你 管理工程和專案管理 基本上 如果照著書講 這種書又寫的特別爛 那有一些書寫的比較好的 裡面有很多竅門 你是看 沒有辦法說 我沒有真正做過 我就可以知道 所以 沒有寫過大型專案 沒有每天都參與軟體開發 那這樣子要教軟體工程 是有困難的 所以教大資科當初沒有開軟體工程 和專案管理我覺得是對 那當然 這其實牽涉到老師的生態分布 因為 教育政策要求老師一定要是博士 那這種實務性的課程 就完蛋了 包含像動畫設計 你可以放眼 台灣哪一個學校有辦法 教動畫教得很好的 教遊戲設計教得很好的 並不多 即使是遊戲設計細 都很難 所以 我們經驗可能比你多一點 那我稍微講一下這個主題 那 如果你寫的程式從來沒有超過1000行 請舉手一下 正則應該有 其他人 不多 如果你總是一個人寫程式 那你根本不需要專案管理 目前有多少人 你每天都在跟人家合作 常常跟人家合作寫程式的 不多 如果你的問題一看就知道 怎麼寫 舉證相加 這種不用系統分析啊 不用專案管理吧 寫兩個回圈就出來啊 所以這種東西 根本不需要系統分析 那什麼時候才需要系統分析 專案管理和軟體工程呢 就是把上面的情況都反過來 你不是一個人寫程式 你寫的程式規模不小 你的問題不是那麼簡單 不是一看就知道怎麼寫 這種情況之下 你就需要系統分析專案管理和軟體工程 那 你不分析你就不知道該怎麼寫 你不管理就沒辦法一起寫程式 現在 問各位 你正在做專題的同學 你們現在已經開始 兩個人以上一起合作寫程式的請舉手下 好 那 請問 你們怎麼管理你們的 東西 雲端 雲端用什麼方式 Google Drive Google Drive One Drive 回軟的One Drive OK 然後 大家把東西放上去 好 就是 比如說你今天要改哪一個 然後上面就 就是會講說 改哪些地方 然後看了 可以知道 是直接寫在改的東西裡面嗎 還是寫另外的文件檔 是寫在改的東西裡面 另外再寫一個 另外再寫一個 OK 所以 每一個檔案 你可能都會有 很多檔 很多 不同的存檔 那個不同的存檔 就代表不同的版本 對不對 是這樣嗎 好 好 那這是一個方法 那這是一個 比較原始的方法 因為這樣子的東西 就是 後面的版本不壞掉 反正 反正 那 可是你這是 手動版本管理系統 為什麼說是 手動版本管理系統 因為其實有 自動版本管理系統 那 你用手動版本管理系統 是 是 在 你還不熟悉 自動版本管理系統 的時候 這樣用是 OK 但是 一旦你 發現 自動版本管理系統的好處之後 你應該就很少會再回到手動 好 那 如果你 不使用 軟體工程 你的專案 常常就會失控 所以說 我雖然寫很多層次 但是大學的時候 我跟各位一樣 我 我其實在上大學之前 沒有學過層次 只有利用 上大學前的暑假 去 去堂哥那邊 學了幾天 那時候是學Basic 後來 大一教的是Pascal 後來又學一大堆 有一次 我從來不做系統分析 因為大部分的題目 你就一看 就這樣寫就好啦 通常 問題不在於 沒有系統分析 問題 一開始的問題 是在 Bug解不掉 然後有一大堆錯誤 那 可是 等到你東西越來越難的時候 或 東西越來越大的時候 你就需要系統分析了 那 像 那時候我們的資料結構老師 他是其實 不是教資料結構 他程式也很少寫 他是教數學的 來教我們資料結構 結果 他出了一題叫 運算式微分 運算式微分是什麼東西 就是 譬如說我今天 輸入是s平方 那你就要輸出2s 3s平方 加5 那你就要輸出6s ok 像這樣的東西 那當然還會有更複雜的 譬如說sine s 那你就要輸出 sine s的微分是什麼 負cosine s嗎 還是cosine s 我忘了 說真的 這數學公式我從來沒記得 所以 ok 那cosine為分 負sine 好像是這樣 那你就必須要把這種東西寫下來 而且 常常會有很複雜 sine s平方 加3s 那 你就要套鍊所規則 對不對 你做 做那個 數學的時候 你通常會 可是寫成程式你會嗎 這是一個有一點難度的東西 那所以呢 寫不出來 那個程式越寫越亂 越寫越亂 後來就 回去想 仔細把那個 微分 這個東西該怎麼寫成程式 想得很清楚 然後把它寫完 這其實是一個很簡單很簡單的案例 可是 如果各位真的去試一遍 你就知道它的難度 其實想得不清楚的時候 你是沒有辦法寫 特別是這種 符號式 符號式的運算這種東西 其實沒有想清楚 很難寫 那你說 專案管理到底是什麼 剛剛看了軟體工程 系統分析 那專案管理 你們現在都正在做專題 所以你們現在來看專案管理是特別適合 那我大學的時候 我們專題就 要寫一個資料庫管理系統 然後呢 那時候 那時候 我大學的時候其實還沒有微軟的Windows 那所以呢 那時候有工作站 工作站上面有一種叫SWindows 上面是跑Unix的 不是Linux 那時候Linux根本還沒生出來 所以是跑Unix 然後Unix上面有SWindows 我們就 也要去用這個東西來寫 所以 我們一組總共有三個人 那 分配工作就這麼簡單 就是 一個人寫視窗 一個人寫資料庫引擎 一個人寫資料庫前端 好結束 看起來好像不錯 對不對 就是一個蘿蔔一個坑的戰略 但是 這種戰略 好嗎 其實是不錯 說真的 我告訴你 你分最後還是得匯分成這個樣子 但是 這跟經驗有關 戰略不錯 戰術不行 戰場經驗不夠 還是一樣死 所以 整合的時候 整合不起來 為什麼 那到底誰規劃 一個蘿蔔一個坑 三個坑就解決了 那中間的串聯是怎麼處理 沒人處理 中間串聯沒人處理 最後你 你會發現我前端要連 連後端的資料庫 後端資料庫到底開什麼API給你 沒有 那SWindow又怎麼跟資料庫連 沒有 又死定 所以 最後整合的時候 真的很難整合 搞了他幾天 都覺得很想放棄 然後呢 好不容易整合起來了 用起來真的超難用 超難用的啦 所以 一點都不像資料庫管理系統 所以 專題報告的時候 剛才就是 老實就覺得 你們做這個東西很鳥 好 那就是這樣 好那 所以你要去做專案管理 怎麼樣分配工作 誰負責做什麼 中間怎麼串聯 OK 那時程是 時程是怎麼安排 中間減核點怎麼減核 比程碑是什麼 這些東西 如果沒有去做的話 不會怎樣 但是很可能專案會亂掉 那沒有人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 好 接下來是軟體工程 那 什麼是軟體工程呢 你去 圖書館或之類的 隨便找個軟體工程的教科書 你拿來看 那發現 哇 它有很多很多 各式各樣的面向 但是念完了之後 不知道怎麼用 這個有點像學數學 或之類的 你念完就是不知道怎麼用 好 像 有一陣子 大概十年前很流行 這個CMMI 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 就是 一個軟體的 全世界性的協會 他提出了一套 所謂軟體工程的標準 然後 就好像各位如果 去看那個工廠 他說我們這個工廠 有ISO9-0-0認證 或 9-0-1認證 這種東西一樣 那他規定了很多東西 那如果你照著做會怎樣 這時候 做專題的同學 應該都會有感覺 什麼感覺呢 你們現在是不是 系上都要叫你們寫報告 你的報告是什麼呢 找一個人去應付 然後 就把專題的東西 簡簡貼貼貼上去 然後就報告 所以你多花了一份工程 去做一些 對你專案沒有直接幫助的事情 那 為什麼是這樣 如果 我們做CMI 常講 就會這樣 做ISO9-0-1 也常常就會這樣 那個 那個 這個是 華人世界的必定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一直想要 得到那個分數 得到那個credit 得到那個認證 到最後呢 就是 你都在為那個認證而做事 這不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所以呢 CMI 其實是 不是不好的東西 但是呢 大部分的公司都沒辦法用 所以你現在幾乎看不到CMI的 一些推動 特別是在台灣 特別是在台灣 因為台灣的 軟體公司規模都非常小 只有三五個人 其實不太適合用CMI 哪一個國家的CMI 做得比較好 印度 知道為什麼嗎 知道為什麼嗎 很簡單 印度的軟體產業 是蠻發達的 什麼時候開始發達 大約在20年前 開始慢慢發達 到15年前開始變得很發達 那 印度的軟體產業 為什麼重視 這種軟體工程的認證 因為 各位知道印度的軟體產業是做什麼的嗎 跟台灣的硬體產業很像 對 軟體代工 那 做軟體代工 如果你要接人家的案子 人家要說 我憑什麼相信你有能力做好我的案子 你說 我們是CMI CMI level 人家可能會比較相信 CMI最高level 就只有第五級而已 那 所以 印度的CMI做得比較好 印度的軟體公司 通常規模就比較大 那可是 對像台灣這種團隊 或創新團隊 或細谷的團隊 很多CMI是沒有辦法用的 那所以 後來就跑出了像 Screen FP 這種極限軟體製程 敏捷軟體製程 跑出來 那這種 這些所謂的敏捷系列的 軟體製程 有什麼特色呢 就是 它會告訴你怎麼做 而且 它不要求太多文件 它基本上根本就不要求文件 但是它會告訴你一些比較實務性的方法 而且通常會非常適用於小團隊 那所以 CMI的設計者絕對不是腦袋壞掉 它 是因為 他們是正規軍作戰方式 各位應該大部分的人還沒有去當兵喔 欸 好像最近有人去當兵 都有看那個 那個 陳峰他們去當兵人 那 不管怎麼樣 你應該了解軍隊 的規模 跟一般的 嗯 一般的小團體 比如說 特種部隊 欸 特種部隊跟正規軍有什麼不一樣 有沒有人 對這個有了解 其實 要看什麼樣的特種部隊 特種部隊有很多 那有一些特種部隊它的規模是很小的 五個人 就OK了 他們會去出一個任務 之類的 但是呢 深圳 你看 二次大戰 一次大戰的時候 那時候真的打的時候 是整個軍團 去佈局的 這兩種打法有什麼不同 很明顯的不同是 你整個軍團要調動的時候 你一定要有計畫 你不能說 欸 今天去那裡 剩下的你自己看著辦 有啦 大部分很多時候還是要看著辦 但是 如果你沒有一個佈局 沒有一個規劃的話 你光是後勤你就死定啦 到了那邊沒有糧食 死定 有多少歷史上的戰力 是因為沒有糧食就死掉了 沒有軍火 死定 所以到最後你看後勤補給 在軍中會分參一參二參三參四 至少台灣是這樣 參一 參一管文書 人士 參二呢 參二是 政戰 參三呢 參三是 作戰 有真正戰爭的指揮 是參三的人才對 那參四呢 參四是管後勤 所以如果你看中國的歷史 你會發現說 像那個 漢朝的 漢朝的 那個誰 劉邦啊 他們 的幕僚裡面 誰是管後勤的 誰是管作戰 劉邦的幕僚誰是管後勤誰是管作戰 你看 忘記劉邦有哪些幕僚 劉邦的幕僚底下最大的大將就是韓信 韓信 韓信是管什麼的 你歷史上一定會念到韓信點兵很厲害 他當然是管作戰的 不然他幹嘛去點兵呢 韓信很會管理軍隊 他很會自定戰爭的策略 所以 劉邦就說 如果要比行軍打戰 我絕對 強不過韓信 再來 管後勤的是誰 我印象中應該是蕭和 所以到最後 劉邦覺得最重要的是蕭和 韓信後來被 被整得很慘 那其實不是因為那個 你管後勤的人 你到平時的時候還有用 你隨時各個地方就是需要補給 需要幹嘛 但是管作戰的人 一旦那個戰爭結束之後就沒用 所以韓信為什麼最後 會被整得很慘 就是這樣 因為 不需要你 現在天下太平 不需要你 但是 如果你今天是大軍團 也就是說 你今天做這個軟體 有500個人給你用 你該怎麼辦 這時候你任何的變更 都會造成非常多的問題 所以你不能變 不能變的時候 你要採用一種東西叫做瀑布模式 我一下去就不能回頭了 我要回頭就是重新來版 就是 下一次的開發 這次開發一旦下去不能回頭 這叫瀑布模式 這叫瀑布模式 另外一個就是螺旋模式 那這個就是比較 螺旋模式就比較適合小 小團體的作戰方式 那瀑布模式長這樣 他說 我現在呢 有需求 你要先探知 這個我想要設計出來的軟體 到底需要有什麼功能 這件事情各位覺得好像很簡單 其實非常難 很多軟體都死在 我不清楚我到底需要什麼樣的功能上面 為什麼會不清楚 因為那個軟體不是寫來給我自己用 各位如果你出去寫軟體只是 永遠都是寫給自己用的 那沒有問題啊 那需求很明確啊 就是你的需求嘛 但是如果你不是寫給自己用的 特別是 各位知道像那個 資訊領域其實有很多工作 那全球前幾大公司呢 有很多各位可能認識 比如說蘋果 微軟 還有 你現在看到的臉書 Google之類的這些東西 可是 有一些 公司是你不認識 就說有沒有人聽過 SAP SAP 其實 它的規模 不會比蘋果微軟小 非常大的一家公司 德國公司 德國軟體公司 整個工業4.0的作戰方針 是德國為SAP量身打造的 所以 SAP到底是什麼 全世界的 大型企業 裡面常常都會有一套 叫做ERP的軟體 現在幾乎都是SAP佔有 企業用軟體 這一套軟體 可以管理企業裡面的 會計 人事 行政 財務 生產 出貨 然後 後續的客戶管理 訂單 之類的 那 這樣一家公司 它開發出來的軟體 就不是給自己用 它是要給 目標公司用的 但是 這個公司已經涵蓋了幾乎全球的市場 所以需求 當是這種情況的時候 你對那個領域到底了解多少 就會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前一陣子 就是 我在寫這一篇的時候 就 有網友跑來說 唉你們 你們 學術界好像都沒有辦法 就 因為我常常強調你要會寫程式的 我說 其實 在我們SAP 會寫程式 反而是一種障礙 我說 這太奇怪了吧 為什麼對你們來講 會寫程式的人 反而是一種障礙 後來他們總經理自己找出來跟我講 我說 有一點點道理 什麼道理 特別會寫程式的人 一到SAP之後 他就急著想寫程式 事實上 他連客戶需求什麼 通通都不知道 他這時候不應該寫程式 而且 一個SAP做得好的人 是盡量不要寫程式 為什麼 他可以用現有的系統套上去 幫你設定好 其他都不要動 這樣是最完美的一個情況 那你進去就亂搞一通 把人家原本已經 已經千萬行以上的程式開始 修改 或增加功能 這其實反而不是他們想要 他們想要的是 你把企業的流程 調整成跟我SAP可以支援的東西一樣 而不是把程式的流程調整 跟你現在這個企業一樣 OK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到底什麼是需求分析 就更難定了 因為需求 是客戶的 但是我現在希望你移動到 我這一套軟體可以支援的狀況 你要更改你所有人的工作 這有點困難 所以需求分析其實非常非常難 那當你需求分析做得很清楚之後 你再來做設計 什麼叫設計呢 就是你做一個系統 你必須要把所有的API開出來 現在各位很多人在做專題 當你在做專題的時候 一個好的規劃要好到什麼程度 才叫好的規劃 有沒有想過 如果你採用附附模式的正規軍作戰方式 什麼樣子才是一個好的規劃 就是你的目標跟你的進度要很明確 目標跟進度要很明確 這個是其中之二 是其中之二 還有很多 還有想到什麼 除此之外呢 你要規劃到什麼程度 你才是覺得 這是一個好的規劃 就是你要用的樣板 然後你要使用的語言 然後呢 規劃 然後 不然找到中間一個規劃 一個 一個 樣板啊 語言啊 平台啊 這種外部的東西 基礎的東西要先建立 再來呢 人的問題 人要搞定 你不應該找 譬如說對這個東西不熟的 對技術上沒有貢獻的 或者是 對 就是他沒有辦法貢獻 不一定技術上 就是他沒有辦法在這個專案做貢獻的 人的問題搞定 再來呢 人力 人力 對 人力 那要配置多少人力怎麼算 到底應該配置多少人力 當中的 當中分配的 對 以專題而言呢 老師說三到五個人 所以我們就三到五個人 那 那 可是 業界不是這樣啊 業界 你一個大型專案 你都不可能三到五個人 你小型專案 你可能是三到五個人 那大型專案怎麼辦 你到底應該多少人 分小組 分小組 可是怎麼分 就比如說 可能 幾 兩個人 四五個人做前線做前端 然後幾個人先去中後端 然後到前端做完之後 後端就接起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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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怎麼再去分 好 假設你今天分了前後端 現在問題來了 那 前端 你該做的事情 跟後端 該做的事情 最後要怎麼接起來 就是有後端來接 由後端來接嗎 那 也就是說後端要再去寫前端的控 前端 前端 前端寫完之後 然後後端就是 之後也寫好了 然後就 好 當然是這樣 可是問題是 就用在一起 就用在一起 最後就用在一起 它到底是一團醬 還是 它的螺絲和卡榫都接好 這差很多 軟體工程上面 有一種 不太好的模式 叫做 義大利面模式 各位知道什麼是義大利面模式嗎 那都不是 螺旋其實是一個還不錯的 義大利面模式 義大利面模式就是 隨時 我這個麵條就伸出一隻手到別人的那邊 別人又伸出一隻手到你這邊 然後最後纏在一起 然後你解也解不開 義大利面模式 這時候 你到底規劃出來的是義大利面 還是 你規劃出來的是一台機器 所有的螺絲規格 通通都清楚 這就顯示了 規劃者的功力 什麼叫所有的螺絲規格 通通都清楚 真正厲害的規劃者 把所有的API通通都開出來 有誰寫軟體的時候 你在還沒寫之前 就把所有的API通通開出來 所有的函數通通都定義好 剩下的都是空框架 每個人照著寫就對了 像微軟這種公司就得要這樣做 但是這也是最近微軟 不太行的原因 知道為什麼 因為 在 正規軍的作戰方式底下 所有事情都是有計畫 一旦你走錯方向 整個軍團覆滅 但是 如果你今天是 另外一種方式 像Google Google跟微軟有非常明顯的差別 差別在哪裡 Google的 組織架構 基本上都是以 小團隊為主 Google到底有多少個 指團隊 沒有人知道 那 Google後來已經不是Google了 只是我們現在還習慣稱它為Google 現在Google的真正公司名字叫Alphabet Alphabet就是字母 為什麼它會叫Alphabet 因為 Google買了太多子公司 成立了太多子公司 他部門 各個領域 他都有 都有去碰 到最後他決定把這些公司 全部分拆獨立 分拆獨立之後他發現 他從A到Z通通都有 所以 那我就叫Alphabet 對 也就是說 它裡面 超過26家公司 然後 每一個公司裡面又再有分其他的小團隊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Google搜尋引擎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Google搜尋引擎 只是它其中的一家 所以 微軟的模式就是正規軍的模式 Google的模式就是特種部隊小團隊的模式 這兩者有很大的差別 那你如果採用微軟的模式 應該採用這種部部式 如果你採用Google的模式 那你應該採用螺旋式 到底應該採用什麼式 要根據你的專案而定 還有根據你自己的情況 不是 就是 人多 團隊大 就一定要採用部部式 有時候人多團隊大 採用部部式 會死得很慘 再來 實作 然後 以驗證 維護 從頭到尾 一氣呵成 從不回頭 這是部部模式 再來是螺旋模式 螺旋模式是說 我 每一階段 都做一個版本 的 怎麼講 新增 比如說 每一階段我都加上一些功能 或者是刪除一些功能 但是 在我加上功能的時候 我通常會以一個 非常小的循環 來完成這一階段 而且 我每一次循環 我就是做出一個完整的軟體 這種叫做螺旋模式 那各位做專題 你會採用哪一種模式 你會採用部部模式 還是你又會採用螺旋模式 就我的經驗 就我的經驗 看了很多專案 很多同學在做 基本上 採用部部模式 對你們來講非常非常困難 那大部分的人 其實你是應該採用螺旋模式 因為你還沒有 那種指揮大軍團作戰的經驗 甚至連指揮小軍團作戰的經驗都沒有 你在這種情況下 怎麼採用瀑布模式 會是一個大問題 所以什麼樣的專案適合用瀑布模式 什麼樣的專案適合用螺旋模式 如果 你做了一個專案 你已經做過10遍 你現在要做第11遍 當然這個第11遍跟第10遍 因為有一些進步 或有一些差異 那這時候你的目標應該很確定 我到底哪一部分 是要 在這個專案上面 能夠得到更好的效果 我已經很清楚 那其他的東西呢 就是 要嘛就是 沿用舊的 要嘛就是 重新開發 但是API我基本上 全部都已經 非常清楚 這時候 你的目標很確定 經驗很夠 你的需求 分析 設計 驗證 上限 維護 可以一氣呵成 不需要回頭 這時候你 應該用 瀑布模式 你要不要導入標準 CMI之類 這可以考慮 但是不一定 那 這是正規軍作戰的方式 瀑布模式 如果你的專案 是第一次 成員 都沒有經驗 全世界都沒有案例可循 是新創型的 那這種 你用瀑布模式 你就死定了 新創型的公司 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目標在哪裡 他要做的事情是全世界都沒有人做過 你怎麼用瀑布 你怎麼用瀑布 這就好像 你今天如果去爬山 我們如果爬泰伍山 那沒問題啊 直接 到山下就開始爬就可以了 那OK的 如果你今天要去爬玉山 如果你今天要去爬玉山 攻頂 那就比較麻煩了 如果你沒有經驗 也沒有想到 那 會有一點麻煩 不過 成功的機會還是很大的 如果你今天要去爬聖母宮 攻頂 你沒有地圖 沒有想到 沒有去過 也沒有勘場 就要去爬聖母宮 而且絕不回頭 一定要登頂 那 必死無疑 所以 你的專題會不會帶著你的團隊一起去死 你該怎麼做 這是為什麼我們 在今天 看這個的原因 好 所以如果你不清楚 你沒把握 你的經驗不夠 你沒有開發過這類型的軟體 你應該從簡單的雛形開始 甚至 從畫圖開始 直接跟客戶溝通需求 你不一定要馬上開始寫軟體 其實 最好的 方式是 你跟客戶溝通的時候 你可以利用像PowerPoint這樣的東西 做雛形給他看 啊 PowerPoint可以做雛形 各位有沒有想過 其實PowerPoint還蠻適合用來做雛形 如果你沒有其他更貴的工具 這種做法就是螺旋的做法 好 那什麼是設計模式呢 各位如果去市面上買書 你會看到很多這種方面的書 有一陣子很流行這個設計模式的書 那就是把其他人軟體專 軟體開發和專案經驗寫下 然後呢 特別是其中的一些可從 可從用模組 這個對程式的開發很有幫助 這個就好像武功秘笈一樣 你直接拿來套用 你只要照著鏈就可以 這個就是設計模式 那所以 軟體工程 系統分析 專案管理和設計模式 這些基本上是 我們都不會開的課 但是對你做專題 絕對必要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 所要告訴各位的事情 或許他對你專題有幫助 或許沒有 這得看你自己 好我們先先